布林肯說美國支持巴勒斯坦建國重新兩國方案 壓掛待爾暴力衝突升級 美中使館工作暫停 外媒指中共正在以空戰和網絡戰爭干擾台灣選舉 如此打工30年封存 中共急忙封殺 中共破解蘋果加密功能 蘋果公司遭到譴責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月11日 星期四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黃曉祥 自從我們的頻道推出三高代謝寶以來 我們不斷收到正面反規 張先生購買之後留下五星級的用戶好評 他說良好的購買體驗 送貨也很快 目前效果多好 下次還會購買 來自美國德州的李先生為他的太太購買了三高代謝寶 僅僅一個月 他的血糖就從7.1%降至6.4% 他覺得效果很好 已經回購了三次還送給朋友 三高代謝寶不單是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的保健產品 它還是一種全面的保健方案 透過激活身體的自我療癒力 來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質和精神體力 也顯著提升了肝臟和腎臟的功能 三高代謝寶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選擇 想了解詳情請上健康520網站 10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華 華府支持巴勒斯坦建國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在聲明中表示 布林肯也重申巴勒斯坦國 必須與以色列國並存 而且雙方都生活在和平和安全之中 布林肯還強調美國的立場是 根據過往協議 以色列代收的所有巴勒斯坦稅款 應該固定交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以色列當年來一直扣住部分稅款 理由包括支付巴勒斯坦囚犯款項 以及最近哈馬斯和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 哈馬斯2007年奪取對加沙走廊的唯一控制權 趕走阿巴斯的法塔組織 雙方多次嘗試和解的努力都失敗 同日10號以色列戰爭內閣將會討論卡塔爾 關於釋放哈馬斯所購人質的新提案 該提案將會結束以色列對加沙的攻勢 但哈馬斯表示拒絕任何不能使他在該地區掌權的提議 前以色列駐英國大使圖布說 如果哈馬斯沒有犯下10月7日的暴行 就不會失去一個巴勒斯坦人的生命 如果哈馬斯遵守國際法的要求 釋放被綁架者並放棄武器 暴力可能明天結束 布林肯也表示 如果哈馬斯沒有躲在平民身後 放低武器、投降、釋放被綁架的人 他本來可以在10月8日結束這一切 另外據聯合國觀察網10號消息 聯合國加沙近東救濟工程署的3000名教師 組成的Telegram小組 慶祝10月7日發生的哈馬斯大屠殺 稱讚殺人犯和強姦犯是英雄 並慶高采烈地分享死亡或被俘虜的以色列人的照片 並敦促處決人質 據悉100名襲擊以色列的哈馬斯恐怖分子 曾經在加沙的近東救濟工程署學校接受教育 網友留言這些人渣令人發指誰來監督這些組織 10號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艾爾丹表示 所有聯合國機構都已經成為哈馬斯恐怖分子 手中針對以色列的武器 大屠殺之後通過的防止種族滅絕公約 目前在聯合國被用來反猶太國家 而他卻在為哈馬斯服務 而哈馬斯正在努力摧毀以色列 此外10號網上熱傳一個加沙居民發出的影片 質問半島電視台說 你到底在報道什麼 你是站在巴勒斯坦一邊 還是站在哈馬斯一邊 你很清楚 如果明天戰爭結束 哈馬斯被摧毀 你的工作就結束了 就沒有更多的錢了 9號厄瓜多爾一群蒙面大徒攜帶手槍、步槍、大刀和炸彈 闖入當地電視台直播現場 10號中共駐厄瓜多爾大使館通知 10號起暫停對外辦公 美國駐厄瓜多爾大使館也公告 已經取消當地領館原定10號的簽證、護照和其他預約 該電台主播對傳媒回憶說 員工被迫趴在地上 有些甚至遭到嘔打 這幕暴力景象震驚全國 因為此前一日政府才剛剛宣布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結果我們卻在直播節目看到蒙面大徒中斷節目 現場還有一名女子不斷哀求不要開槍 這場恐怖暴力在電視上直播了15分鐘訊號才中斷 螢幕上還有記者尖叫 他們想殺了我們所有人 CNN 報道說這種暴力不只發生在一個電視台 而是在厄瓜多爾全國上演 牽涉毒品泛運的暴力幫派明顯和軍警作戰 要看哪一方才是控制厄瓜多爾的老大 當日槍手還闖入並試圖綁架 厄瓜多爾瓜亞基爾大學的學生 造成混亂和恐慌 事發前厄瓜多爾最大毒梟才剛從監獄逃跑 當局動員3,000警力七步 而且還傳出一連串的監獄暴動和挾持警察事件 隨後厄瓜多爾總統諾毓亞 9日簽署一項行政法令 宣布這個南美國進入內部武裝衝突狀態 將22個幫派列為恐怖組織 誓言要掃除境內的毒幫犯罪 事發近2小時後 國家警察在社交平台鐵文表示 核實員工身份並重建秩序 至少13個人遭到拘捕 但也引發當地恐慌 關押基爾商家通通關門閉停營業 整座城市遠如鬼城 據彭博社報導 10日阿根廷總統米萊宣布 準備向厄瓜多爾派遣安全部隊 以擊退厄瓜多爾不斷升級的卡特爾毒品恐怖主義 在必要時幫助恢復秩序 他們和其他幾個國家一起 包括美國和秘魯 準備介入幫助不堪重負的厄瓜多爾政府 9日美國國務院對厄瓜多爾局勢表示極為擔憂 主管西半球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尼科爾斯說 美國和厄瓜多爾人民站在一起 我們準備向厄瓜多爾政府提供幫助 並將會就我們的支持和總統團隊保持密切聯繫 有網友提醒想偷渡的人 直至非厄瓜多爾的道路暫時受阻 台灣大選受到國際社會關注 英國《泰晤士報》報導強調 在今年全球各大選舉當中 台灣的大選不僅是最早登場之一 也很有可能是對國際安全最具關鍵意義的一場 北京試圖以空飄氣球 摸下錯假信息等空戰手法 影響台灣大選結果 此外北京恐嚇台灣今次選舉 是在戰爭和和平之間作決擇 意圖動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基礎 《泰晤士報》報導提到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是台灣主權的堅定擁護者 但如果他勝出 北京可能會被激怒 恐怕會以新一輪軍事演訓和經貿制裁回應 在野國民黨大力宣揚戰爭與和平敘事 主張民進黨對中國政策 將會讓台灣陷入衝突險境和經濟動盪 台灣將會成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王介正還宣稱 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有必要降溫、緩和緊張 國民黨是唯一能夠和大陸開啟溝通管道 維持對話的政黨 不過報導說 在北京全面毀棄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政策承諾後 即使是傳統上傾向與北京維持較友善關係的國民黨 也被迫公開反對中共為台灣籌劃一國兩制未來 國民黨主張賴清德勝選 會為台灣帶來危險 這是刻意無視台灣面臨的政治現實 趙怡祥說 投票支持民進黨就是在地緣政治情勢動盪 經濟不確的因素持續增加 威權主義日益威脅全球各地民主政體之時 投票支持穩定 北京正從多方面以複雜而且精細的手法 試圖影響台灣選舉結果 包括錯假信息、假新聞以及經貿懲戒措施 意圖損害台灣的民主、顛覆台灣的制度 分化台灣的社會 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尼文分析 以往中共對台應之戰的目標是 強力推展關於中共及其統治和經濟的正面看法 但有鑑於這類說法已經沒有賣點 現在中共轉移將民進黨呈現為台灣的安全威脅來源 必須為台灣失去的經濟機會負責 這樣做的目的是讓遊離選民人心惶惶 報導指出 親共台灣網紅經常分享相關信息 增強中共對台資訊戰和認知戰 親北京的部分台灣主流傳媒 也在中共對台資訊戰和認知戰扮演角色 而就在各黨政治人物全台吹票之際 來自中共的空飄氣球頻繁出現在台灣上空 甚至飛越重要空軍基地 報導指中共明顯企圖干預台灣民主政治 這些氣球不僅可以收集大氣資料 也可能搭載監控設備 此外中共黨魁習近平近日任命前海軍司令董軍為國防部長 是中共歷來首為海軍出身的防長 這樣顯示出習近平對海洋相關事務的重視 包括對台灣和南海的主權聲索 近日中國模糊網站網易新聞推出大約11分鐘的短片 如此打工30年 講述中高年齡農民工缺錢 交不起醫保的真實處境 影片迅速被刪除 不過仍然有不少網友接力轉發在自己的帳戶之下 安徽省合肥市有三大民工集散中心 在影片拍攝的其中一處路口 一個上午就有大約1000名外地來的農民工想找工作 他們年齡偏大多數在55歲以上 做的是混垃圾、拆牆等努力工作 移工地按規定基本上不收55歲以上的人 中國當前經濟成長放緩、房地產不振 中高寧努力謀生更加不利 中國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2003年建立時 個人繳費標準僅為10元 到了2023年已經是380元 媒體報導指出 去年有不少人主動退保 很多農村居民說保不起或者覺得不化算 影片說這一代農民工 從小吃不飽飯 到吃飽飯了就開始做苦力 做完苦力就開始打工 打完工就老了 老了還要做 建了那麼多樓 但是沒有一間屬於他們自己的 根據國家統計局 2022年中國農民工總數 2億9,562萬人 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德9號發文指出 江蘇北部、安徽北部、河南東部一帶 高寧農民工的處境就如同影片內容 他們從90年代初開始入城打工 至今差不多正好30年 這是城市化和房地產大發展的30年 他們親手建造了一個個城市 現在他們老了 只能在城鄉結合部的勞動市場遊蕩 作者呼籲 如果國家每年能夠拿出2,000億元 全部用來補貼最低收入者 就能夠很大程度上改善他們的處境 2024年初 如此打工30年揭示中國農民工的困境 而在2022年底 網易新聞也曾經對當年度進行盤點 展覽了致敬每一個 什麼起生活的平凡人影片 內容呈現疫情風控造成的悲劇 以及鐵鏈類事件、唐山打人案等 影片也是不斷被網管刪除 近日中共表示已經成功破解蘋果手機 iPhone的AirDrop分享程式 AirDrop使蘋果用戶 得以以匿名的方式 和附近的另一台蘋果設備共享內容 這個功能在沒有互聯網的情況下也能夠工作 曾經在2022年10月北京罕見的示威遊行當中起到關鍵作用 用戶可以在手機上直接播放批評共產黨的口號 據法官報導 10日北京市司法機關表示 北京當地的一家學院已經成功破解了AirDrop的加密功能 當局可以毫無困難地 識別傳輸設備的號碼 所有者的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地址等等 自2022年底起 所有在中國銷售的iPhone手機 會在10分鐘後 自動關閉它的AirDrop分享選項 這項措施大大降低了意外接收陌生人文件的可能性 因此也降低了未經審查 而加換潛在敏感信息的可能性 蘋果手機的這個限制後來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的蘋果裝置 中國是蘋果公司在美國以外的主要市場之一 從iPhone手機到iPad平板電腦 蘋果產品在中國大受歡迎 蘋果集團始終避免在敏感問題上採取立場或者冒犯中共 他的行政總裁曾經多次受到習近平等高級官員的接見 2019年香港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運動時 蘋果公司因授權在香港 推出一款可以在地圖上定位警察的應用程式 而受到中共官方媒體的批評 專門監控中共網絡封鎖的非政府組織 Gradefire組織的項目負責人表示 不知道蘋果公司是否會意識到 為了迎合中共當局而不斷限制它的設備功能 只會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 而且這些措施並不能預防用戶受監控和黑客攻擊 對中共政府刻意公佈上述消息的意圖感到廢解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請問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